大家好,欢迎收睇1月5日星期四的104裁券科专题研习,我是Aster陈尔提 会和大家先看视频,见到今天大致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在大幅高开502点的同时一举重夺2万一大关 全日最多将升幅扩大到602点 但到午后就见到这个升势慢慢收窄了 最终收播在2052点,就是升259点,升1.3% 而国子方面收播7172点,升106点,升幅1.5% 也看回科字,收播在4494点,升67点,升1.5% 而大肆成交金额方面,今天有1742亿元 版化当中就会见到内需股份比较强细 其实各种类型的内需股份表现得很好,尤其是啤酒 另外科技股份也是其中一个领化版化,而航温石油 受到波罗的海干散货数据和国际油价影响而受低 汽车股份升跌互烟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专题研习 好,进入到我们专题研习的部分 就说到我们会讲汽车相关 有没有说要讲汽车相关 总之我们就要讲汽车相关 先看看数字 首先在一些大行每年都会更新一些 汽车销售数据和预测 最新高盛将2023年 汽车零售预测由原本的1900万架上调了 去到2050万架 这个上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会按年持平 也不是大声之类,只是按年持平的数字 为什么最后我们听了很多好消息之后 他们的预测都只是持平呢? 因为虽然有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内地重开 步伐比较预期快 另外持续的汽车刺激的政策 都会支持到行业的发展 但与此同时 其实去年开始就看到 汽车的预购量不及预期 去年的汽车预购 其实就会反映在今年2023年的数据 即是真实的收入 如果去年的预售情况不好 真的会影响今年的业绩 另外就是零售业 其实去年第四季都会受疫情影响 也讲一下他们会对年内的哪些股份比较看好 因为现在你看到他既然也算是上桥了的数字 其实就是说比原先看好了 是 他们都相信这个汽车零售和生产可以在今年慢慢复苏 而在中资汽车股份当中 他们就有个确信买入名单 都有几个进入了 包括比亚迪亚、理想和中星 而中星就是一间经销商 其实是合理的 因为上年大家看回 莫说经销商要停工 就是车厂也停工 停工的日子又比较长 所以大家和同时经济的状况又不太乐观 那预购量不及预期其实也很合理 但是今天的车股 也不仅是今天 就是这两三天 车股其实不是升了很多 因为陆续出现那些12月的销售数据 那就很厉害了 就是倍倍声的上升 每个都说百多的升幅 就是说百多的升幅 当中就是刚才你有说到 就是比亚迪亚、轮口的销售率非常严重 就是说到刚才说 那个预测由1900架到2050万架 就是预测多了150万 其实以车来说是超级多 其实以车来说是超级多 150万 不是我正常说150万 其实真的不是什么数字 因为 其实以车来说真的很多 因为你有时看他们那些 就是每一季的升幅数据 成为一间的数据 但是因为呢 你单是其中一间 就是说比亚迪 他其中一个车款 一个月都卖了两万多架 就是一个车款 所以其实 你可以看什么车款 有些只有十多架 我都看到 哈哈哈哈 真心 那么在这里试试 那么比亚迪 他今次那个 无论是他整体的买车数目 和他的新能源车的买车数目 都全部都破了 就是比起去年有一倍以上的升幅 但是大家要留意 他为什么这么多架车 其实都集中12月突然这么夸张 除了经济确实有些复苏之外 因为那个汽车补贴 在12月的尾就完 那么大家就 当然就赶在这个补贴之前 就要买车去买车 那么究竟会不会 在这个赶补贴的这个期间 其实是透支了我们今年的一些 他们买车的预算呢 因为你买车不会换得很密的 就是不会贵贵换的 就是大部分人都不会贵贵换的 应该这么说 那么你12月买车 那么究竟下一次买车是什么时候呢 那这个是很值得商榷的 因为如果 好了12月现在将那个销售 现在将股价局都这么长 那么遲些可能 过了农历年价 那么再出一些 可能到了2月的时候 出一些1月的数字 如果对不上的话 就是接不到下去的话 那么很可能那些 所有的环境 其实会 立即到头都不定 因为其实 刚才Kelvin说这个 就是为了赶保贴 所以要早购买 或者早购买的这个 在去年2022年年底 对于一些汽车的表现 比较看好的原因 嗯 所以其实它要数据 就已经数据到去年年尾 所以会不会影响到 2023年的那个需求 会不会说其中一部分需求 已经被提前释放了呢 那么这个都 真的确实是值得商榷的 那么我有留意到 其实我们汽车相关 就说了很多次 传统汽车和新能源车 比较少提到经销商的 既然今次高盛 我们连造车的产业面 那些零部件商也有广告 但是真的好像没有说 没错 确实没错 那么我就在这个汽车行业里面 补足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过的这个puzzle 那么因为有见这个高盛 它提出的几个 可以摆入确信买入名单的公司 是包括到中兴 那么我们也从中兴开始说起 因为对中兴有研究的 除了有这个高盛之外 还有麦格里 那麦格里 它就是在所有经销商里面 都首选中兴 似乎中兴非常受大行的欢迎 男丑 OK 因为昨天我们那个 不是有一个提议 是什么叫大家要买 男丑龙头 是不是 不记得哪一人 男仔有职务 大家多点问 在说些什么 Fact Anyway 总之中兴是在麦格里 经销商当中的首选 他就看好公司 和很多豪华的汽车品牌的关系 都很密切 所以等于他可以买车 并且他们在这个二手车市场 就比较作为有部署 就是他们又可以买便宜的 意思 就是两边市场 他们都敗毁了 那就说公司在这个经销网络 车子品牌的曝光率 和营运效率方面 都有一个比较巨大的竞争优势 所以在同行里面 就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 可能都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现在是男丑 并且可以去捕捉 不断增长的汽车升级半代需求 因为他的首选范围广 就是豪华车款 有关于他事 二手车有关于他事 总之你 无论你捕捉的车 你也去找我 就对了 没错 还有一个 都是在这个豪华车的布局 布局得非常好的 就是这个永达 从去年6月底为止 永达其实有21家4S的经销店 有7成3的店铺 都是在一个比较富庶的华东地区 公司是保马和保时捷 在内地最大的汽车经销商之一 再加上其实现在我们都经常说 汽车之后的未来趋势 都是要发展新能源 公司在新能源的业务方面 都叫做组着线机 发展得比较快 所以都有大行 是预期永达2022到2024年的 年轨火核增长率 都会去到1成6 然后2024年的时候 去到三成左右 如果你年轨火核增长 可以去到三成 我觉得是非常强的 其实这些是否要看 究竟人们买车 你会直接去那间车厂买 还是要去这些分销商买 我想大多数的情况下 都是去这些经销商的 是不是 我在想 你很难去那间车厂直接订 比较就是 你会去运动家买鞋 还是去运动家买鞋 你可能会去运动家买鞋 但最后那个运动家的数据 又会进入运动家 又会进入运动家 如果你直接去运动家买鞋 但是车一般都会在经销商 如果不是 他们为什么要取得 这些保马保时捷的经销权 如果你拿到他们的品牌 可以放在你的店铺 买鞋 你的店铺的盈利 也会增加了一个看点 所以其实有这个疑惑 应该是为什么我们这么久都没有遮掩 那件小相机 而且主要是我们两个都不买鞋 我喜欢看车 ok 我喜欢看F1 你那些没人买的 对 我们民用车都没有很多认识 F1那些又不上市 其实F1有上市 下次如果有兴趣 我们就可以去谈谈F1 但在美股 照说 因为F1比较特别的一点 是F1比赛成绩不好的时候 民用车就会买得特别好 反比 以后可以跟大家谈谈 这个方面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拜拜